在外界的高度关注中 4月8号上午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飞抵北京 开启为期两天的访华行程 这是自去年10月中旬之后 拉夫罗夫时隔仅半年再次来华 中俄两个大国的最新互动备受瞩目 拉夫罗夫访华有何看点 日前记者连线相关专家解读 一个是俄罗斯的大选当结束 要普京再次当选 结合相关的一些报道 可能在今后会进行一系列的 两国之间的外交的互动 普京有可能在第一时间 把中国作为第一个访问国家 拉夫罗夫的访问 其实是为下一步的 进一步的这种 元首之间的这种交往 这个会面来进行重要的铺垫 同时也是确认一下 未来一段时间内中俄两国 在整个双边还有多边 还有全球各个领域之间的 一些基本的一些合作的方针 一段时间以来 部分西方政客和媒体歪曲解读中俄关系 在与拉夫罗夫会谈后 共建记者时 王毅总结中俄关系的五个始终 其中之一就是双方要始终坚持 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 访问期间 拉夫罗夫也表示 俄中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 超越了冷战时期的同盟关系 显示了强大任性 专家认为中俄在最新互动中 再次阐释这一原则 有助于外界更客观理性看待 中俄的合作交往 挤压刻意误读的空间 历史经验表明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 其实最根本的有利于中俄关系 中俄双边之间 能够很清晰地认识到 双方的这种战略需求 那么另一方面 也是为双方在处理和其他国家 进行关系的时候 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原则 我们看到现在 其实很多的这种西方的媒体 在渲染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 暂时强调这样的原则 其实是一方面 就是更加强调我们 中俄关系是一种非常健康的 更注重的是 互相理解双边的战略需求 这样的一个 同时也是对整个西方世界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回应 中俄关系不断地向前发展 恰恰是在不结盟不对抗 这种基本的指导下 不结盟恰恰是符合 当今世界的一个潮流 不对抗它是大国之间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一个基本原则 当前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 中俄如何就相关问题交换意见 受到外界关注 在同拉夫罗夫共建记者时 王毅表示 中方希望看到尽快停火指战 支持事实召开俄乌双方认可 各方平等参与 公平讨论所有和平方案的国际会议 无论是一轨还是两轨都可以探讨 专家认为中方的立场和选择 将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展现了我们国家 这样一种负责任的 然后通过一种和平的方式去解决 外交纠纷 甚至是更激烈的这样纠纷的 一种务实的做法 我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中国的建议 会被越来越多的国家 这个接受 具有现实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